喜歡一隊球可以去到多準 我可以連身份證有名都改為曼聯 大家好我是羅曼聯 會經常在勝利紅魔台和大家一起講曼聯談魔經 最近曼聯有一位特別嘉賓回到奧脫福 這位前曼聯球員在曼聯的歷史場合 雲雲眾色中他不是特別出彩 但他勝在一個特殊身份 所以我們作為中國的曼聯球迷對他相對來說熟悉些 香港球迷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2005年曼聯來香港對港隊的時候 下半場射入2比0智勝入球的那位前曼聯球員 當時我也坐在香港大球場103段第9行22號座位 將整個入球過程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用速度壓過港隊守衛 拿到空位起腳射遠處彈處入網 非常精彩 講到這裡大家都知道哪位 沒錯 他就是曼聯唯一的一位中國球員董方卓 董方卓為曼聯正式上陣只有三次 英超主場對車路士 歐聯客場對羅馬 以及杯賽對高宏地利 今年的1月12號 就是他加盟曼聯的20周年 所以他也受邀特地回到曼聯 和一眾球員聚人 就來農曆新年 很多中國的年輕人 會被家長追問婚姻大事 這段時間董方卓一回到梁家曼聯 很有趣 第一時間被廢Sir這位大家長 嚴刑敲問婚事 這個當然都是開玩笑的說 實情就是董方卓說起 時間這麼多年再次見到廢Sir 廢Sir第一句問他 你結婚了嗎?有小朋友嗎? 董方卓就說 感覺到非常意外驚喜 因為其實只有關心自己的家人 才會問自己的家庭狀況 普通的朋友最多都是問 現在在哪裏工作啊?去哪裏高就啊? 不是說董方卓可以感受到 廢Sir對自己的家庭式關懷 其實我自己聽完之後 都覺得挺窩心的 撇除了球場上戚渣風雲的霸氣形象 場下的廢Sir 在為人處事方面 就是一個大師 大家細想一下 外國人幾乎不會這樣問候別人的 廢Sir知道董方卓來自於中國 他就會用中國人的口吻來對待他 你都沒有說 不得不對這位老人家 佩服到不看頭地的 除了廢Sir之外 其實董方卓這次回來 也遇到不少老友記 包括現在還在陣中 踢的伊雲絲 湯希頓 和退了翼的韋斯布朗 董方卓回曼聯之前 其實一度有球迷都笑他 你那些舊隊友還記不記得 你姓什麼名什麼住哪屁 想不到他這次回來 老隊友看到他 他表現還依然這麼熱情 其實就出乎了他意料之外 又好像回到20年前 尤其伊雲絲和董方卓 大家曾經作為年輕球員 一起外借給比利時的安達衛普 董方卓反而被伊雲絲 早半年歸隊萬聯 然後再和預備隊的湯希頓 一起又踢過 所以大家是建立過一段 挺深厚的友誼 董方卓說韋斯布朗當時 作為一線隊的前輩 對他們的青年軍都挺照顧的 現在回來見到韋斯布朗 還搭著董方卓的肩膀 老友鬼鬼 令我想起香港的一首歌 《友情需要》 成功到患難日子總有樂趣 這些情景都挺令人激動 董方卓自己也挺念舊情 除了他和輝尔舊隊友重逢之外 他亦特意探望以前踢預備隊 曾經住過的那隊業主夫婦 原來是有一個這樣的慣例 為了令年輕隊員更容易融入英國足球 快點學英文 和不會覺得孤單掛著家 曼聯這麼多年來 對於外國來的年輕球員 都會安排他們在當地的曼聯社區 球迷社區的家裡暫住 董方卓回到他曾經住過的業主的家 見到這對業主夫婦的時候 雙方其實都激動到無法子形容 來了一個很深情的擁抱 他還大讚當時這對夫婦對他非常之照顧 幫他又減壓等等 這對業主夫婦 原來這麼多人一直都還在社交媒體上 對董方卓尋人啟示 他們原話是反覆地嘗試去聯絡董方卓 因為董方卓其實很早已經回到中國 而且又輾轉又再出國又再回到中國 所以其實已經遺失了他們的聯絡方式 他都表示很抱歉 這位夫婦還稱董方卓 My kid 英文 真是當成他半個兒子去對待 講到這裏都真的有點眼濕濕令人動容 至少這次董方卓回來 是一個很溫情的畫面 這間球會也展現了很多家庭式的作風 曼聯官方對他進行了一個為期三十分鐘的採訪 董方卓爆料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他很坦誠地說 儘管他在曼聯並沒有太多表演機會 但其實他背後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和克服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困難 包括他外借給安達衛普的時候 過年過節他默默加年 維持了三年是沒有回到中國 目的就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租借圓滿 結束回到曼聯帝 被問到其實他最欣賞的球員 最霸氣的球員 董方卓指就是朗尼 朗尼其實他的競技水平和天分 當時都超了班 而且朗尼願意為球隊犧牲的這股精神 是值得尊敬的 最勤奮的球員 董方卓就認為是斯朗拿道 最友善的那位就是奧沙或者韋迪 最幽默的那位就是艾夫拿或者韋斯布朗 而感情最勢利的那位是加利尼韋利 而最潮最時尚的董方卓居然沒有認為是斯朗拿道 他說是里奧輝迪南 經常一個髮型和球衣都要支支整整的 而最老友有什麼時間 第一時間會想到幫手那位 是他當時另一位年輕對育偶 阿伊告斯 再次提及到輝瑞的時候 董方卓記憶猶新 第一次在英國過聖誕的時候 在訓練場上 阿費Sir突然進入董方卓 來場邊 董方卓以為自己表現不好 被人照廢 結果費Sir叫董方卓過來 抱著他 打電話給他當時的共同朋友 在當地中餐廳的一位香港人 阿Wing 叫董方卓去他家裡過節 擔心這位年輕球員 一個人在外國過節很孤單 東方卓對這件事 記憶非常深刻 他覺得很感動 一個教練會關心一個年輕球員 過時過節在哪裡過 會不會思鄉 事實上 這麼多年來費Sir 已經貴為英國的著夜 這麼大人物 不但毫無價值之餘 其實他還會注重球員的每一個細節 對一位還未上位的年輕球員 都還這麼體貼入眉 這一點其實是費Sir其中一點偉大之處 董方卓說他自己儘管在曼聯表演的次數寥寥可數 但他無論場上場下都已經盡了自己的能力 其中一場上陣正式的比賽 賽後費Sir批評了很多年輕球員 唯獨還有讚他 訓練場上阿堅尼也很肯交球給他 要知道阿堅尼也一向挑剔的 而肯交球給他 對他的能力也是一種肯定 後來阿堅尼去了執教新特蘭的時候 曾經一度考慮過租借董方卓來用 證明董方卓雖然沒有長久在曼聯立足 但也給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和很難忘的回憶給曼聯 在這裏再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個星期日夜晚即1月14號的深夜凌晨12點半 曼聯主場對熱切的那場賽事 我們都會在勝利熊摩台跟大家一齊講曼聯的這場直播 我們星期日夜晚深夜12點半再見 拜拜到時見約定你 勝利熊摩台